这是我的最爱 你不准乱碰啦 美国一名网友养了一只叫 微博的猫咪拥有许多粉丝追踪 平时的她最爱跟主人撒娇 某天妈妈买了一只泰迪熊玩偶给她 没想到过一阵子后就舍不得放手 每当妈妈想碰娃娃时 竟然守护着她 影片中可见 把泰迪熊娃娃拿给Mable以后 Mable便紧紧抱住娃娃 将玩偶当成是自己最好的朋友 这时妈妈打算要将娃娃给抱走 结果Mable却立刻将她抱在怀里 同时用着水汪汪的眼睛 看着妈妈Mable真的很爱很爱这只熊娃娃 就算不断被捉弄她也没有暴怒这只猫咪的脾气也太好了吧 事后妈妈把影片上传很快就引起网友的疯传大家都纷纷赞美怎么那么乖啊 她抱紧处理娃娃的画面好疗愈 要是我家的猫咪 脸上可能已经有三条痕了 Mable真的是一只很可爱的猫咪啊 有些人睡觉会有自己的小癖好 像是一定要抱着娃娃睡 或是盖着习惯的小毯子等等 据说这样比较有安全感 也容易入睡 没想到在猫咪身上居然也是如此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